特区政府举行授勋典礼 一共有403人获加许 授勋仪式在礼賓府举行 大紫荊勳章 行政长官李嘉超向五人 颁受最高荣誉大紫荊勳章 包括行会成员立法会议员林建峰 港协企奥委会会长霍振庭 理工大学前后长潘忠光 工联会荣誉会长林淑宜 以及企业家施智青 金字经胜象 十个人获班金字经胜象 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黄玉珊 引渡商会前主席施图委 还有多个政府人员 立法会议员 和教育界人士 而获班银字经胜象的28人 包括前入境处处长欧家宏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 高等法院原众法庭前法官黄崇厚等等 今次获受分的也有来自新闻界 包括获金字经胜象的资深传媒人陈淑美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袁志伟 获银字经胜象 另外41人获童子经胜象 飞行服务队三级空勤主任司徒志鹏和吕嘉晴 去年7月在台风浅巴集港的时候 在一艘沉船上拯救三个生还者 获班银英勇奋账 银英勇奋账 何兆辉先生 唯一获受分而不是离治纪律部队的 是市民何兆辉 他在6月转石山河里会广场斩人案里面 拿着凳试图阻止兇徒继续施集 今次受分名单一共有403人 比起去年少超过一半 李家超感谢获得表扬的人士 为香港作出贡献 母线电视机就在刘俊玉部